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 女高音歌唱家叶沛英 于2022年4月7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她曾演唱《我爱你中国》 《祖国颂》等多首经典歌曲 4月8日 歌手平安追忆叶沛英时表示 此前合作时感觉她身体状况尚好 听闻此消息感觉很突然 2019年的时候跟她一块合作的时候 还讲了很多 没想到这么突然 1935年 叶沛英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15岁时回到中国 中学毕业后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 上世纪70年代末 随着一部反映海外侨胞 新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的热播》 叶沛英演唱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 传遍神州大地 平安回忆 此前一起录制节目时 叶沛英曾逐字逐句地分析 她对这首歌的理解 自己作为后辈受益两多 《我爱你中国》那首歌 其实对我来说 可能我们就觉得 就是一种热爱 但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不单单是对读的爱 而且他们还付出了很多青春 和付出了很多的行动 叶沛英老师会足字足句地 她会跟我讲 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她当时是怎么样的画面 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境 比如说刚开始吧 那百里鸟 从南天飞过 对吧 其实这首歌呢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 就是有因为乐队的编制什么的 其实是把这个拍子都固定死了 但其实她说 其实这种事有感而发的 我可以拖很长 可以拖很近 而这个取决于 就是说我对一个画面的把握 4月8日 中央音乐学院发布副告 其中这样写道 她竭尽全力用自己的一生 把满腔爱国情怀 倾注到声乐表演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上 赢得了大家的热爱和高度赞誉 平安回忆 岳沛英珍惜每一次舞台演出的经历 即便已年过八旬 但每次演出前 她都会在后台开嗓链声调整状态 她说我都珍惜每一次舞台的 这个演出的经历 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 她说以前我可能只要开十分钟响就行 现在我起码要开一个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但我就得比年轻人 得稍微早点动步子 因为我年纪大了 她还要去真 就不会降掉 所以虽然是年岁上去了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 每次都准备了这个状态之后 她去唱出来的这些歌 每次让我看到都是同样的水准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得可贵的 《我爱你中国》唱出的 不仅是海外赤子的情怀 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怀 歌手平安也在悼念文字中写道 小辈将继续发扬老艺术家的优良传统 把这首歌好好的传唱下去 不管我们的这个年代 和他们的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们对国家热爱 其实是一样的 我也想继承我们老艺术家的 这样一个认真 和对这个艺术生活当中的这种 这种这个精神吧 能够把这首歌 继续更好地去传唱下去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